第507章 涅槃焚天镇 林栋并没有在这前云宗遗迹之中逗留太久 在见到莫灵三人顺利的进入大殿接受传承后 他也是再度动身 直接离开了这座古老的广场 那笼罩遗迹的光母显然是近难出役 所以林栋也并没有费什么心思 便是顺利的离开 而当他从光母中出来时 此时悬空岛的周围人已经是差不多的尽数散去了 他略做打量 便是带着小盐直接动身 对着这远古秘葬的深处赶去 当然此次进入这一季 林栋也并非是没有收获 那池碑上记载的不少关于这远古秘葬的信息 那种信息比起林栋从古骸中所得到的 显然完整许多 甚至于连一些通往深处的路线都是被他所知晓 有了最终的目标 林栋也没了四处乱转的心思 这远古秘葬中虽说宗派传承可能不少 但他想要的可并非是普通的传承 不动手便罢了 一旦动手那就要最好的 而很显然这远古秘葬中最强大的传承 应该是属于那四玄宗 他们是这天罡联盟的掌控者 那等传承必然不是寻常之物 当然林栋也知道 看中四玄宗传承的人 必然不会只有他一个人 甚至连柳白他们这种人物 都是对着四玄宗抱有想法 所以想要从那重重的争夺中拔得头筹 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毕竟有资格与野心 将主意打到四玄宗上面的王朝 以及强者 必然将会超过摩烟王朝 以及石坤 这些人都是极为的棘手 四玄宗 不管怎样 其中总要有一门传承 落到我手中 方才不需此行罢 林栋抬头望着灰蒙蒙空间的遥远之处 喃喃自语 在接下来的赶路中 林栋并没有因为任何的事情 而有所停足 甚至即便是一些地方 传出有松派遗迹的出现 他也是没有半点动心 方向不变 笔直地对着密葬的深处而去 而在这种急速的赶路下 大约半天时间 他也是能够感觉到 周围天地间的原力 似乎隐隐间变得更为浓郁起来 而且那原本残破的空间 更是有一种残碎的迹象 一道道可怕的空间裂缝 有如此深的镰刀 悄然地浮现 令得林栋都是有点狼狈 不过林栋也明白 这种环境的变换 也是在说明着 他逐渐地接近了远古密葬的深处 这些地方寻常王朝 以及强者是不敢进来的 而随着深入远古密葬 林栋面前所见到的热闹场景 在这里却是变得罕见起来 唯有偶尔间能够见到一些气息强横的身影 暴虑而过 那种气息竟都是达到了一圆涅盘境的地步 显然能够来到这里的王朝 以及强者 都是堪称西北地狱的佼佼者 在这种赶路下 大约再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林栋突然觉察到 周围的空气的温度 似乎都是高涨了起来 当即双眼一眯 似是想到了什么 眼中确实有着一抹喜色闪过 喜色闪过双眼 林栋抬头 望向遥远处 在那里的空间 突然变得赤红起来 隐隐间 仿佛火烧云一般 弥漫在天空上 挡住了所有的去路 随着逐渐地接近 那火烧云般的东西 终于是被林栋 清晰地所见到 当即起眉头 也是忍不住地挑了挑 那是一片 不知道蔓延到了 什么地方的赤红火海 火海升腾着 仿佛在燃烧着 这一片空间一般 那火海的周围 本就残破的空间 更是被焚烧得 呈现扭曲的迹象 空间极其地不稳定 涅槃焚天阵 林栋盯着这壮观的一幕 最终却是喃喃自语 在那石碑上 他已是知道 在这远古密藏的最深处 有着一片阵法的守护 而显然眼前的这火海 便是那所谓的阵法 其名便是叫做 涅槃焚天阵 想要进入 那密藏的最深处 就必须通过 这片阵法火海 这阵法之中 燃烧的熊熊火焰 并非是寻常之火 而是涅槃之气 凝聚而出的火焰 这种涅槃之火 就算是涅槃境的强者 在其中待久了 都会引燃体内的涅槃之气 从而自焚陨落 可不畏不凶狠 林栋望着 这片望不见尽头的火海 嘴中嘖嘖地赞叹了一声 这东西恐怕才是真正的拦路虎 不知道多少的强者 会在此处望而却步 嘿 这阵法可不简单啊 你可得小心一些 小雕闪现出来 看了眼前 弥漫空间的火海一眼 也是有点惊讶地提醒道 闻言林栋点了点头 他又不是傻瓜 这种阵法 乃是那庞大宗派联盟 用来守护最重要的宝物 即便是经历了岁月的流逝 但其威力依然恐怖 对其心怀小觑 那就真是蠢祸了 林栋目光在四处看了看 隐约间能够看见一些人影 从远处而来 最后都是悬浮在火海之外 他们略作迟疑 最后也是咬牙俱续地冲了进去 看来那四玄宗的传承 果然是极其地吸引人 走 林栋挥了挥手 也没有迟疑 身形一动 直接是对着那火海冲了进去 在其后面 小雕也是手持铁棍 迅速地跟了上来 一冲进这火海 一股恐怖的热浪便是迎面而来 当即临动便是感觉到 皮肤都是变得赤红起来 心神一动 无形的精神力便是涌出 再其周身形成无形的避障 将那恐怖的热浪 隔绝而去 在这涅槃焚天阵中 只要有涅槃之气的存在 便是会被自动引燃 所以没人敢在这里面 催动涅槃之气 甚至一些人连催动原理 都是要小心翼翼 毕竟在踏入涅槃境后 原理都是经历了 涅槃之气的淬炼 谁也保不准 会不会在这里面 被引燃烧身 而显然 林栋没有这种顾虑 他的精神力 与涅槃之气 毫无瓜葛 用来抵御 涅槃之火的亲事 倒是再适合不过 无形的精神避障 将林栋与小岩包裹着 而后两人也是化为鸿蒙 快若闪电班德 撕裂火海 对着那深处挺进着 而在掠过火海时 林栋的精神力 却是蔓延而开 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静 从那石碑上他知道 这涅槃焚天阵的可怕 如果真的能够如此轻易的 让人闯过去的话 那圣铭 倒也是太过滑稽了一点 而显然 以那宗派联盟的能力 不可能做这种事 显然事实证明 林栋的预料 并非是没有道理 就在他们闯进 这涅槃焚天阵之后不久 那周围涌动的 涅槃之火中 突然传来了 一丝丝的异动 异动在第一时间 便是被警惕的林栋所觉察 目光一凝 然后他便是见到 那弥漫的火海中 猛然间有着一道道火光掠来 在那火光包裹中 是一枚枚拳头大小的赤红小圆球 圆球之中所散发而出的狂暴波动 却是令得林栋眼瞳微微一缩 涅槃火雷 对于这些奇怪的圆球 林栋显然是认出了他们的底细 当即面色便是有些凝重起来 这种涅槃火雷 乃是由精纯的涅槃之系所凝 不过却是极端的狂暴 一碰就爆 威力极为强大 光是一颗 就是能够将一名寻常的涅槃境强者 炸成重伤 若是数量多起来 就连林栋这种度过了一次涅槃节的实力 都是将会变得极为头痛 而显然眼前出现的这些涅槃火雷 已经达到了让林栋感到危险的地步 小颜紧握手中的铁棍 目光警惕地望着 那些从四面八方掠来的涅槃火雷 看来他也是感觉到了一些危险 小子 别硬碰这东西 这涅槃火镇内的涅槃火雷 多到数不清 若是引发爆炸的话 恐怕会引来连锁反应 到时候几千枚几万枚的轰来 别说你这一元涅槃境的实力 就算是再度过一次涅槃节 都得被轰成粉身碎骨 小雕此时窜了出来 告诫道 闻言临动眉头一皱 感到很是棘手 若是不将这些涅槃火雷解决掉的话 他显然是无法前进一步的 笨蛋 你的吞噬祖符拿着干什么 这些涅槃火雷再怎么狂暴 以使涅槃之气凝聚的 只要是能量吞噬祖符 都能够将他们给吞了 见到临动为难 小雕不由地骂道 一言点醒梦中人 临动这才恍然 他倒是忘记了 这涅槃火雷再怎么狂暴 毕竟本身还是涅槃之气 有了解决之法 临动也不拖沓 心肾一动 一圈黑洞便是 自其身后扩散而开 而后吞噬之力抱涌而出 那从周围火海 暴流而来的涅槃火雷 直接是呼啸而过 最后禁术德设计了 黑洞之中 黑洞之内隐约间 有着低沉的闷响传出 临动体内的血气 也顺略为有些翻腾 不过紧接着 便是有着一股股 浑厚而强大的涅槃之气 从黑洞之中 灌入他的身体之中 随着如此澎湃的 涅槃之气灌入 临动脸庞上 已是闪过一抹惊喜之色 这种吸收程度 比起在丹河之中修炼 都是要来得快 临动两人的身形 迅速地从火海之中掠过 而那些不断射来的涅槃火雷 却是尽数地被吸入黑洞之中 最后化为滚滚涅槃之气 流淌在临动的自肢白骨 从里之外地淬炼着他的肉体 这一幕略微地有些壮观以及骇人 若是由旁人看见的话 怕是少不了要目瞪口呆 这种地方 就算是类似柳白他们这种层次 都只敢小心翼翼地放缓速度而行 水感如同临动这般地 将速度施展到极致 并且在如此之多的 涅槃火雷的轰击下 越跑越欢 临动的这种奔略 持续了十数分钟左右 但那湖海依然是没有看见尽头 这一路而来 他吸收了大量的涅槃火雷 此时身体内部 隐隐都是有种浮肿的感觉 那庞大的涅槃之气 即便是以他的肉体强度 一时半会儿都还未能彻底的吸收 不过他的这种奔略 却并没有持续到 抵达湖海的尽头 或许是因为他的这般大肆吸收 也是终于引动了一些 这涅槃坟天阵内 存在的更为强大的东西 临动奔略的身形突然间凝固 激动与寂静之间的突然转变 令得人视觉的略为有些难受 但此刻的临动却并没有理会这些 他的目光已是死死的盯在了他的前方 在那里 涅槃之火熊熊的燃烧着 而在那涅槃之火中 一道淡黑色的火焰正在静静的悬浮着 那火焰不断的蠕动着 仿佛有着灵质般 时而变换成种种瘦状 甚至人脸形状 极为的诡异 临动正正的望着 这团淡黑色的火焰物质 头皮确实突然有些发麻起来 嘴巴干涩的动了动 片刻后 方才有着滴滴的声音 从其喉咙间传出 这是涅槃魔炎 涅槃魔炎 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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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